现在在这个世界受一点苦好 受一点委屈更好 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我们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的心 我们离开容易 情之深的人很难离开 我们不肯放下 有人逼着我们放下 是好事情不是坏事情 对于逼配我们的人 我们要生感恩的心 他逼着我们放下 换一句话说 他帮助我们朝神 大乘佛法里的书 人这无敌 人这是菩萨 菩萨永远不跟人对立 这叫无敌 不但不跟人对立 跟一切万物都没有对立 知道虚空法界 一切万法跟自己是一体 只有清净 清净平等 真觉慈悲 这叫修菩萨道 所以我们六根 绝不贪外面的境界 也不贪色 耳不贪神 鼻不贪香 舌不贪味 你的心就清净了 只要有贪嗔之慢 你的心就不清净 就染污了 经题上教导我们 清净平等 那就是修学的目标 我们能够得清净心 你就决定得身净土 佛在经上常说 心净则浮屠境 极乐世界是净土 是清净新鲜 阿弥陀佛的清净心 也需要我们自己的清净心 自己心不清净 跟阿弥陀佛冲突 没有感应 那么我们要清净 别人要贪嗔之慢 我们跟他们有冲突 我们不要贪嗔之慢 他要贪嗔之慢 再给他们 色身相畏 我们不要他要 所以菩萨跟一切众生 永远不会有冲突 没有厉害 没有厉害关系 我们要的是清净心 要的是平等心 要的是慈悲心 这就是智慧光明 郎昭心灵 这是真正的端正 真正的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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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